哈喽,大家好,我是越南人 我载到湖南快四年了 我在这里生活快四年了 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在我婆载嘛,接我老公知道我的名字 全部的人连我老爸呀,各个嫂子呀,老弟呀 都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他们习惯叫我越南了 我走在尊里这里呀,走到哪里呀 他们都叫我越南了,你去哪里呀 走到哪儿,他们都知道我是越南人 都知道我是奶渣的媳妇儿 可是不知道名字,他们就那样叫了 然后呢,现在连我自己都快忘记自己的名字了 现在用那个越南字啊,写自己的名字呀 都没有以前那么漂亮了 因为好久不写了 可能是再过几年了,真的写都写不出来了 我儿子啊,然后我儿子现在他们也叫越南了 他明明是中国国际了 可是大家都叫他越南了 哈哈哈,我真的搞不懂了 我是越南人,叫我越南了 那我还能理解 我儿子,他明明是中国人 可是他还变越南了 哈哈哈,是不是啊 你是越南了,还是中国了 哈,你是不是越南了,是不是 死了 哈哈 啊